祝福您,欢迎来到波和岛 波和岛是一个完美的度假圣地 传说波和岛能够捕捉到菲律宾的美 与它的自然体观,历史地标和古老教堂从西班牙统治时期 巧克力山是博和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你认为它在哪里得到了它的名字? 你猜对了,巧克力山是从它的外观得到了它的名字 在干燥的季节季时,山巢的颜色就会变成巧克力般的棕色 看上去就像好食巧克力糖一样 而在取鱼的时候,山丘都是绿色的 富豪游客接待中心 是一个专门致力于保护和研究 菲律宾复活的野生动物保护中心 这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猴子的家 有了那么可爱的动物,谁能抗拒呢? 要完成的经验 乘坐游船沿着宁静的罗伯河 而吃新鲜的虾 当地的石斑鱼 鱿鱼 以及其他波河本地的可口美食 同时听波河岛的地歌手唱一首小夜曲 这一首小夜的歌手唱一首小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巧克力山 菲律宾夫侯和罗伯河是在波河岛很多的名声之间 访问波河岛 享受假期你将永远不会忘记 词曲 杨茜茜